我只要是被大分辨 好 請看一下那個第二題跟第三題 好 開在這邊喔 好 他說椅子呢 反射線的方向是這個 好 出聽一本講話了 在這裡 然後呢 阿翁說 請問你說 入射角幾度 好 這個題目怎麼畫呢 看這邊看這邊 欸 趕快啦 做法我先跟你講一下 兩層習慣 先畫什麼東西 來 先畫髮線 請你先畫髮線 好 畫完髮線之後呢 請問你 這裡如果就是這個應該幾度 三十對不對 請問你我寫這個三十 是上什麼角你知道嗎 這個三十度 欸 叫做反射角 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個R呢 叫做反射線嘛 所以 剛才不講你背的嗎 反射線跟髮線的夾角呢 就稱為反射角 所以如果反射角三十度 代表附射角呢 也應該三十 所以答案呢 附射角度答案只有三十 答案就選 A 會啦喔 好 再來第三題的話 打星號 打一顆星 這個很特別 注意聽 注意聽 看這裡 第三題很重要喔 就是 如果有個波的陸射線呢 剛好垂直於障礙面 就是直接往下來的話 零度 對 請問你 陸射角幾度 因為他直接射下來對不對 剛好跟誰一樣 跟髮線是同一條線嘛 所以打 陸射角呢 幾度 零度 反射角呢 也是零度 兩個是零度 他剛好 直接進來 然後呢 直接就出去了 直接反射出去 完全沒有那個角度 這樣子 會啦喔 沒有